大家好 我是观众方法 看完我打的细碎的 再来看看 另外两个是土豆的 两个是土豆的 其实这个也是公伯的盒子里面砸出来的 他说是假的 但是我这边是有公伯的那个75分的盒子的啊 我本来想放个新的 所以我就是假的 博我没有习惯了 这个哥们 但是我我个人觉得这个打的是有点小问题的啊 我觉得是打的有点小问题的 这个康 这个康熙福我是没看出他哪里假啊 这个康熙福我是没看出假 这个康熙福我没看出假 反正我看不出假啊 这个我上手我也没看出有假啊 要是这个康熙福假的话 我感觉很多人手里的康熙福都是假的啊 我就可以直接说啊 我至少很多人的康熙福都长这个样子的啊 都是假的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靠假的康熙福 是不是假的啊 这是说 镜头镜头 我把它弄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康熙福是不是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凭每个人的眼光来看一下 我把它放到那两边啊 大家都一起看一看啊 这个康熙福假 其实我是没看出来啊 他首先第一张 几个面平行面面平的是很不错的 对吧 这个字口啊 确实字口有点浅 嗯 我知道了 确实是应该是有点问题 字口太浅了 康熙福的字口没有这么浅的 对啊 背面的字口 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杀型有点粗啊 但是我从这个服我就可以确定 我认识的一个哥们手里那几个都他妈是假的 因为他那几个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到时候我发给他看一下好了 我感觉先知手里那几个服应该都是假的 嗯 啊 就从这个啊 我感觉我另外一个朋友手里几个服应该都是假的啊 这个日本花钱也是凉凉啊 然后这个应该打了个巴尔啊 82才 26.5 哎呦了 我这个老天爷啊 我的个老天爷啊 他平级费花了100多 这个钱就只能卖100来块钱 我的个老天鹅呀 26点几的大样啊 还他妈跟老子说大样 哎呦 反正是一个朋友的app说话了 几个就给他拉倒了 哎呀 真的是 啥事都有啊 真的是觉得什么事都会可能会发生 啊 真的 我也觉得是知道啥事都有可能会发生 哎呀 这是我一个哥们啊 他最可恶的一件事情是 他所有的那个 就是永安五猪一个都没进盒 他所有的永安五猪都没有进盒 他所有的永安五猪都没进盒 这一点是最可怕的 我也损失很大 我也损失了好几千块钱 但是他这一堆永安五猪没进盒 这不不一定讲啊 这个周园不一定讲 这周园还是讲了 损失很惨重啊 然后这一堆 我们看一下 哦 这周园85哎 哎呦 这个康熙满花云85哎 哎呦 这么多的85啊 哎呦 这个天气也是85啊 卧槽 哎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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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可以啊 这个我不欣赏的公伯能欣赏 卧槽 又是个85 哎呦 我感觉要赚翻了呀 这周园现在85分周园能卖将近1000块钱一个了 少1000 哦 这个招午85 顺之85 哎呦 卧槽 全部85啊 统统85 哎呦 把我这些小垃圾全给他收掉啊 放边上一点 不要影响 不要影响人家视线 然后这个给大家挡一下吧 不要影响人家视线啊 哎呦 这方式上有的 好吧 周园85 85啊 碰到一倍也行 我感觉还是放得下来啊 85 品价好的 你看啊 这都是85 没有一个不是85的啊 这个不拎不拎伞啊 看到没 这种招午不拎不拎伞 这个康熙也是不拎不拎伞 这种都是卖小一千一个的 因为这个都是天来的捷径美秀啊 不是说假的捷径美秀啊 这一拨 啊 真的可以啊 全部是85分 我要去给它包起去了 10个 东东85 哎呀 这个东西可以啊 真的可以 全部85分 哎呀 真的可以可以 谢谢大家观看啊 这钱币每一个都是极品啊 都是85 这种就是颜色和袖色我不太欣赏啊 我觉得这种钱我是不喜欢的 但是公伯也觉得这个是85的 看来就是说我的这个审美是需要提升的啊 像这个给85我是看不懂的啊 我就觉得像这种钱是很难看很丑的 但是公伯觉得是85的 我像这种钱我就动手就把它洗了 就像我那个大顺大顺一样 我要不洗的话也许也是85我他妈本来还带点这个结晶绣 我把它给它洗成黄亮的了 哎 我我看来我的玩 我的审美还是有点偏新手啊 这才是老手的审美啊 评级公司也是非常认可的啊 值得反思啊 我是货票棒子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